欢迎收听国考驿战 大家好 我是战场柳静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 听起来好性感 好有磁性啊 没错 我感冒了 战场我感冒了 好 就是听起来很有磁性啊 有些人其实是很喜欢 哼 哼哼哼 这种很有磁性的声音 好 我们这一集164集 好 那在那个节目开始前啊 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啦 就是因为我娘家 我有跟大家讲过 我是男兜人 哼 战场我 我是男投人啊 我啊 可是啊 最近就是 我把我们家的老家卖掉了 因为要换房子嘛 因为妈妈年纪大了 她膝盖其实就是会退化嘛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 你现在如果是青年级的话 你应该很有感啊 爸爸妈妈 你会发现爸爸妈妈开始老了 然后又退休了 或是已经退休了 然后你会发现 然后她们开始身体上面有一些病痛了 所以 我妈就说她膝盖快不洗 但是乡下是透天 所以她想要搬去那个台中 跟我 在那边买房子 跟我 就是住我妹那附近啊 我觉得也好 嗯 这样比较方便啊 因为说真的 我那男投家 你光是用走路的到Seven 可能要走快一个小时 真的超级乡下的 对啊 那就是在那个搬家过程中 东西真的太多 因为那个三十年 我们足足从搬进去住 到现在已经三十年 是从小到大回忆啊 有我弟 我妹 还有我妈 我爸 对即便我爸跟我弟 已经不在了 但是还有留下他们很多义务 对啊 在那边整理啊 搬家的时候就会 哦 吴亦甄 哦 原来她有这个东西 所以啊 小秘密 对 就会发现很多小秘密啊 然后那个 我妹的婴儿床啊 就是要拆掉 没有打算再生了 然后就 就是po在那个社团嘛 那个男投人社团 然后结果马上就有人 描回 说她要那个婴儿床 因为我们是 免费自娶 然后来了一个 二十岁的小妈妈 她身怀第二胎 以前如果是我 我会觉得 哎呀 你好 要羞哦 这小人 你有这小人的生 不行啊 你们要念书什么什么 我以前会这样想啊 可是随着 岁月的洗礼啊 还有人生的一些历练之后 我会觉得 哎 其实二十岁生小孩 而且她是二十岁 准备生第二胎 我觉得未必 未常 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 她可能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历练 其实不一样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是不要去比较 因为我 现在用我的角度来看 这二十岁小妈妈 我会觉得 哇 趁年轻生 很好 很好 因为你不要到 像我这样三十几岁生的 然后小孩子刚出生 那个日夜颠倒啊 小孩子都 都那个哭啊 一直哭 半夜哭什么的 然后你 你根本就是要牺牲你的睡眠啊 我觉得真的超级爆炸 可是你二十岁 你怎么熬夜 怎么操 根本没有差 所以我觉得二十岁生 小孩也没差啦 你可以想想看 你小孩如果上大学 你才四十岁 对啊 我在想 我如果二十岁生小孩的话 我现在小孩已经快大学了 所以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如果想念书的话 我觉得现在 台湾的学历就膨胀 你要念随时都有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反正 看法不一样啦 我觉得先生小孩在念书 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不想念也没关系啊 反正有个一技之长 都很好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QA 我们看164集 好 我们看第一位QS达人 站长好 还记得去年您在灰犀牛节目那几年初我的发问 好紧张 灰犀牛距离现在好像有点日子了 一年多了 今天是中油固员放榜 从一看开始过了120天 终于 我终于录取国营事业了 哇 给你拍拍手 站长今天比较不舒服 所以不要用那淫秽的拍拍手 我是桃竹苗区总成绩第六名类科 事务组行政类 历经过外面的工作 正值四年 打工十个月 这回终于透过考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非常感谢站长Podcast 有这么多提醒 像我自己在比试 虽然全是选择题 我也把别人的考试 要写深论题的 力气跟时间 全部回推到做狂 狂做考古题 有近十年 允许内容重复的情况下 也花掉不少心思 这是比试才能冲高分 考试当天检查时 才那么多确定的意思 我会继续跟亲朋好友 推荐站长的节目 哇 谢谢你 特别是分享自己考试心路的时候 祝站长心情好好 收节目收听 人数多更多 OS达人 好 OS干 那个 感谢你 恭喜你啦 恭喜恭喜恭喜你啊 现在不是过年啊 卡坛了 我喝个水 哇 你准备120天 相当于四个月 我不知道雇员 雇员应该是相当于 就像普考吧 职员是像高考 那很棒啊 我觉得中游是那个 油电堂水里面的 通常都是第一志愿啊 很棒啊 而且中游就是 我觉得啦 可以 准备下班 非常棒 对啊 我有时候就在想说 哪一天我脑高哪戏啊 他如果哪一天挂点呢 我应该会去考国营企业 说不定 到时候 到时候大家不要干爆我 没有啦 我只是在想啊 对啊 有时候脑袋瓜 就在那边想那种 不会发生的事情 好啦 OS达人 现在非常感谢你啊 我觉得桃竹苗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像我 放假我蛮常去桃园 新竹苗栗 我觉得桃竹苗是个 怎么讲的 很多美食 然后东西都还蛮便宜的地方啊 加油啦 嗯 干嘛跟你讲加油了 我觉得看你啊 你如果觉得做 做还OK的话 这辈 嗯 这个工作 你就可以做到退休 然后好好去学一些 投资理财的东西啊 我觉得 创造自己的第二分收入啊 嗯 那如果你不满意 现在工作的话 那可以 可以的话啦 就是继续考啊 就看你啊 嗯 每个人选择不同啊 好啦 也很开心 你跟我讲 你考上的好消息啊 站长我也很开心 好 我们看下面位 佩杰 站长你好 我是一位单亲妈妈 今年三月离婚 自己带小孩 六月十号 有去考铁路佐吉 原本的目标是地特五等 初等考人士行政 但后来发现 五等的人士行政 几乎都没有开缺额 甚至我们这里是乡下 每年都是零缺额 所以这几天有在想要往三四等科目去努力 这样还可以多报其他有相同科目的类科 只是家人都在工作加班 算是没有后援的情况 目前都是趁宝宝睡着时 在开着小台灯 偷偷摸摸读书 只要离开宝宝身边好像就是一个魔咒 宝宝没有办法持续的睡 会一直醒来 就这样一天下来 睡出念书的时间可能不到三个小时 虽然心中想努力 心中有想努力的目标 为了小孩有个稳定的工作跟收入 但觉得会不会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想问站长 你觉得我自己看书读 是有机会成功的吗 从小到大没有为了学业 想努力认真过 现在小孩成为我的动力 但我妈妈却跟我说 她觉得为什么要去抢那一点点名呢 她觉得虽然公子有保障有稳定 但她觉得没有考运就等于浪费时间 前几天妈妈说考高 要考高 抱歉 前几天我跟妈妈说了 要考高等一点的书 要考高等的考试 我得到这样的回复 要再买书 你不会 不要考哦 虽然妈妈没有不支持我 但她有时候无心的话都是最影响我的 而我妹妹她6月18号 刚硕士毕业 她是天生的聪明 加上运气 还有努力 她原本目标是高考 有去补习班几个月 加上考技术类科 后来去年的时候 她考看看 普考就考上了 家人亲戚朋友 每个人都引以她为傲 而我就是一路叛逆到大 还以离婚收场 现在又带着小孩赖在家的累赘 我问过自己好多次 我真的可以吗 但我真的好想给小孩过稳定的生活 也好想努力达成目标 这25年来 我没有想过为了什么努力 常常半途而废 也一直在反思 为什么曾经的自己不够努力 最后想问战场 有什么读书方式跟建议吗 谢谢战场看完我这篇书压内容 哇 好 佩姐你的信好长啊 不过谢谢你 你这么 气重我 我好感动哦 即便我现在在感冒状态 对啊 感冒状态其实精神不是很好啦 对啊 好 佩姐我跟你说 你才 我看一下 你才25岁的死 你才25岁 很年轻耶 佩姐 25岁你就是妈妈了 哇 不容易啊 而且你是担心妈妈 我跟你讲 恭喜恭喜 烂人 我们就是要早点离开她 好了 我不知道你过去怎样 但是你跟过去做一个了结 那是好事 那代表你重生了 你重生的话 请你要积极一点 因为我在你的信里面 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点 任何阳光积极正面的点 好 好 那我想跟你说 因为你说你要往三四的努力 那你有没有看过高考三等的报考资格 他好像是要大专还是要大学学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念过大学啊 你如果有念过大学的话 我是建议你直冲三等啊 你不要 不要 不要打击自己的自信 你看我 我野鸡大学 我都可以考上三等考试了 为什么你不行呢 你都有勇气在那种年轻生小孩了 为什么要拼一个比较难的考试 你觉得你做不到呢 为了小孩你一定做得到了 哎 拜太怀胎十月 你又把小孩生下来 要带小孩要哺乳 我觉得那样的勇气 其实比准备国考还要难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看到你说你要考左级 什么五等初等考 我觉得 老师说啦 我直接跟你讲啊 你不要玻璃心哦 因为我是希望为你好 就是 只要是五等初等考 左级这种考试啊 很难考 很难考 为什么难考 因为他都是选择题 大家都是怀着脚心的心态 去报选择题的考试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都是选择题 可是他为了要有鉴别度 所以他选择题会考得很细 考得很细的话 是非常难准备的 如果是深论题的话 你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你只要写个大概 方向对的话 那个分数通常都会很好看 所以我会建议你 可以考的话 你如果有大学大专学历的话 可以考的话 你就直接考高等考试 好不好 至于你妹妹的东西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是从小到大 就是父母亲一定会比较 我也会啊 我想跟你说 因为你有问我说 那个自己看是有机会成功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就看你想不想做而已 看你想不想做而已 好不好 我觉得你要坚强一点啦 然后要给自己自信心 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的 你每天早上起来 每天晚上睡觉前 请你这个时段 要不然你就像吃药一样 早中晚 你都要告诉自己 我是最好的 我一定做得到的 我想跟你讲啊 首先就是你不要去比较 你不要去跟你的同学 还有你的妹妹比较 好不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 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妹妹考试上 已经很累 很厉害了 那我问你 你妹生小孩了吗 我觉得生小孩 真的要别话 来比生小孩啊 对啊 你已经生一个啦 对啊 而且你还有离婚的勇气 对啊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 你敢跟过去的不好事情 做我切割 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 好不好 不要去比较 我觉得你的优势 就是你现在还年轻 而且你已经生了一个小孩 虽然说你现在loading比较重 可是呢 你只要拼一点的话 你大概到了中年 你会很轻松 好不好 你只要拼一点 然后为你未来拼一点的话 我不知道你现在小孩几岁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 刚出生没多久啦 如果你的小孩 那个他的月龄 还没满三岁的话 我跟你讲 你这个阶段就是 有看书就好了 如果你的小孩满三岁 那你就是全力 全力去刷题目 好不好 直接刷题目 会比较快 会比较快上榜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你现在最首要的事情 你最首要的事情 就是找一个 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的考试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考试 就是投考组合比较多了 一年到头都有很多投考组合 可以让你念笔了 可以让你念笔 你就可能一不小心自己就考上了 对啊 我相信你现在是很想赶快考上啦 但是能不能做下去 我就会看人啦 对啊 有的烂缺 有人觉得做下去 有的好缺 有人觉得 我就不要这种稳定的 好无聊喔 看到老人就知道自己的未来 就是他那个样子 对啊 我就看人啦 反正你 你如果现在只要想要赶快考上的话 你就找 找一个 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考试 然后录取率高的 投考组合高的 好 那至于你妈妈给你说 说就打击你信心的话部分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妈妈只是对你发牢骚而已 她其实还是很爱你的 她如果不爱你的话 她大可把你轰出去 这一点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啊 因为你妈妈还是很爱你 她只是嘴边发牢骚而已 因为我相信她讲这个话 是因为 你现在 你因为小孩 你要带小孩 然后你又没有收入 我相信你是在 就是你还是要跟你妈伸手要钱 所以你妈是希望你过得好 她只是希望你 就是跟你发牢骚 因为她毕竟啊 她已经有一些年纪了 她也要为她的退休生活着想 所以她只是发牢骚 她希望你过得更好 那 我觉得看你啊 你要怎么去抉择啊 你如果要听你妈的垃圾话的话 就是 你要跟她拿钱 你就要听她垃圾话 你不想听她垃圾话 那你就出去工作 就看你了 我觉得这是要抉择的 就像是 我相信你妈 她在工作当中 也是要听她主管的垃圾话 就一样的啊 你拿谁的钱 你就听她垃圾话 这是要去抉择的啊 佩姐加油啊 因为我觉得 嗯 也许你现在觉得你的人生阶段很难啊 但是 嗯 过个十年 二十年来看 你会觉得这一点 小事 就是这个人生历程 其实没有什么 你反倒回头 你会很感谢老天给你这样的考验 好不好 那 小孩子的部分 我 我现在 就是给你一个建议 首先你去找好考试 找好考试 买好书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小孩子的部分 他三岁以前 你就有看书就好了 三岁之后送托了 那你就利用他送托这段期间 来好好的念书 就这样 站长祝福你啊 好 我们看下面一位 观念 我叫你阿仁好了 站长你好 我是个准备国考 已经六年的考生年龄落榜 也花光所有积蓄 目前比我刚毕业的大学生 目前我比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不如 我真的好痛苦 我好想离开人世 好无助 心真的好痛 想请问站长 我该怎么做 好 阿仁 阿仁你不要那么悲观嘛 哎哟 才六年 对 六年 好了 六年真的很长啦 就是念牙医都可以念到毕业 但是我 我想问你哦 阿仁 你有设停损点吗 阿仁 你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你有刷题目吗 你是不是一直一直看书 听课 听寒寿 一直看书 你都没有刷题目 或是题目刷得不够熟 只 题目只做了啊 有做跟没做一样的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盲点 可是这些盲点 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 好阿仁 我给你三个建议啊 第一个 你去设停损点 停损点 我不知道你是全职还是兼职的状况啦 因为你说花光积蓄 我猜你应该是全职考生啦 你设个停损点啦 一般我们来 通常来说的话 全职考生的停损点会设两年 兼职考生是设三到五年 再来呢 就是不要去比较 阿仁你不要去比较 好不好 不要跟什么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每天都要记住 你每天都要跟自己讲 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的 I will do my best 好不好 不要比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你不要懒叫笔鸡腿啊 再来呢 最后一点就是 阿仁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已经全职六年了 我会直接去找工作 我会直接去找工作 我兼职准备 然后 我会看自己的状况啦 我如果是分数 每次都差一点点的话 我会继续考 我会兼职准备 如果我的分数 一直都是差很多的话 那代表我没那个脑袋 OK fine 我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那个脑袋 我会放弃 但是我 我就可能会去创业啊 我会去找工作啊 做打工仔啊 对 但是 我放弃了国考这条路呢 我未来 我就不后悔 对 就这样 所以阿仁 我给你两条路 就是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你兼职准备 兼职准备 第二个 就是放弃 但是放弃的前提是 你未来不会后悔 好不好 好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我们听众 如果有什么国考公职大小事 欢迎在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 或是寄信到我们 国考驿站的现象 我们这集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